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穿蓝色西装外套 现身大安国中投票 市长蒋万安提前到场迎接 我是个副手嘛 副手就是辅佐这个总统候选人嘛 那我也质问 质问我该做的 我能做的也都做了 所以已经尽我最大力量 来帮助好友谊 他昨天好像睡得好 好好 不每天晚上都好 最后一刻决胜负 赵绍康看起来心情轻松 被问到选后想做什么 他这样说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投完票 想说点什么 但已经烧瞎讲话吃力 前总统马英九则是在文山区投票 在圈选处停留比较久 投完票后 在随后的陪同下离开 而在这之前 他还到桃园 大西投了 蒋经国领寝夜灵 今天是蒋经国逝世36周年 选前各阵营 纷纷打出金国牌 不过逝世36年这天 只有马英九来 今天是不是来跟金国先生报告什么 2024总统大选 大陆又来乱 国防部指出 在台海周边 征获两枚空瓢气球 时间分别是12号下午2点多 以及13号凌晨三点多 其中今天凌晨的空飘气球 从海峡中线以东出现 一路往东飞行 穿越台湾本岛上空 在即将出海前消失 高度约两万两千尺 对此国防部严密监控 确保选举顺利落幕 TV约许家瑞捡运席 花镇森李宗泽 廖宗庆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1月13号 TVBS新闻网开票 特别报道 Facebook YouTube 同步直播 下午3点 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4点 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6点 大局底定 带给您现场 第一手观察 晚上8点 政治新局 美中台关系 带给你最深入的证实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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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TVBS新闻网